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夫 这位法师、全体同餐道友 下午礼拜六、二十三号十二月二零二三年 我们会继续周末的分享和所有关于功夫的疑问 题目是一,那个丛林的规矩 丛林的规矩就好像一种规则来合和众 同时一起来传心 达到最后就解脱、解悟 丛林的规矩是一种基础的帮助所有参残的 慢慢的会习惯深受关于所有尝试的规矩 也是把自己慢慢的进入了那个受正专义修行的 丛林的规矩可以说是很多人很难可以接受的 丛林的规矩是一位尝试者求解脱到基本要不怕我之无名 假如还在丛林里面而还没有把自己的我之无名扫掉 那只是造了更多的罪而已 丛林的规矩是一位尝试者求解脱到自己的士学生 有开始说虽然是一位尝试者 但他可以广通三大藏经 大城小石都包固在内 最后也是提出了一种皈依规则给常修者 在那里学习成就自己的道业 所以在沙仪有四大皈依的皈依警测里面 也是始终四本之中的一本 给做一个规范帮助学者可以跟着修行 我们不知道那个皈依有多严重 所以术家中又遇着那个皈依举和借律 《元节经》都有提到 借律存在就符法存在 借律被破坏那符法也是未忘实 那就是根本的学佛人一定尤其是在家居士 术家居士都要跟着那个规矩来修行 丛林的规矩 才可以严正自己而会向着解脱道来修行 那就是这个礼拜的开示分享交换意见 现在有一位居士法王 法师这位大众 我想请法 我心不安就是这半个月来 有很多因为我执交心太多没有功夫 一般的对着逆境我即刻就升起了很紧张很害怕 我就记得说要对眼对劲要用自己的功夫修行 所以没有功夫了 现在请离开示指点 功夫自己知道 自己很衰弱 那奇迹太深了 常会被外境幻觉支配我们 所有的幻想会把你动摇了 幻想幻想幻觉的一切都是从我执无名而有 从小也是这样 那年纪大了你才入到学习 在出家之前那境界已经把你颠倒了 都想找个地方逃走 其实又知道逃不掉 因为是从心而升起 是心教而已不是外境的 福的教会就是要相信自信 要听善知识教养 要相信自己的自信 那经教都会提醒我们 但是我们不会依着做 还是很多幻想很多思想 很多在意识上无名上 所以这样才会害怕 没什么可以怕的 所有的业障 你跟着要跑掉 要躲避 那些可能都不是真实的 可能有那个奇迹 久住了 就想要外出 要去拜访 去看望朋友 亲戚 那这样时间久了 就变成有一种幻想了 就变成有一种幻想了 丢失了 功夫没有修行 没有通缺身体的心 那就产生了多幻想 意识性的 那想得太多了 就以为它是真实的 那也是 自己不相信这心 要知道谁人都有病 最大的病就是痛切生死 知道那个生死是大 从多少节 多少世以来 我们都还没有真的很努力的 专心来修行 那这样就会把你拖累的 长眼下去 无始绝 无停止的时间 所以 现在你功夫了 要把 忘心的 意识的 也不要压坏 也不要压坏它 只是提话头 起疑情 日 夜 都继续这么的 参学 就是警察来抓的也是没问题 只是围告自己的功夫 那是治你的良药 就是说警察 都要把你关起来 都要让你吃饭 还有医你的病 所以 所以 关得久了 他会把你放出来 而现在你不相信 所以只是害怕而已 如果经关起来害怕什么呢 就是最悲惨的 最危险的 就是被关在老里 那你就接受 就好像是知道 这种犯法 这种犯法 最后 就是 会 跑向 死亡的 道路 那你也是 接受的 那这样 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怕 死都不怕 那其他 关劳的 都不是大问题 也是因为你的亲 说是痛切生死 而不是真的 还会爱惜你这个身 而不是你相信 自心 还在心中 妄想这么多 所以要改变自己 要参常 就是很多 妄想生起 也是因为奇迹的 异词的 是我们精神碎弱 也是因为那个 夜阴 从小 就已经 怕 怕 怕得久了 那就 这样 就变成 一个种 病 病得很严重 那年老了 也是照样的害怕 那都是自己 造的病 从小就是这样 或者很多 节 生节 以前 所以现在修行了 知道我们的 业障 犯规 犯罚 就要接受 圣罚 这样就不会影响到你了 这些情况有一位传修者有常跟我提说他常常梦见看到好像有鬼 鬼 鬼怕到 怕到要找人来和他一起 就是朋友一样睡觉一起 他看到鬼整个房间飞来飞去的 所以他很害怕 就吵闹了 现在有人来和他一起住 他就比较 感觉 安全一点 那 参禅的时候 他还在 他的肩膀上 其他的 周围 害怕你 那你现在要知道 他是和你同修 你跟他说 你来了 我帮你 教你怎么修 提挖头 已经 继续的参学 那慢慢的他就跟我说他看不到那个鬼了 那也不要 也不要请人来帮他看待了 所以一切都是心中的 呃 奥解的 幻想的 看到很多的状况 所以现在呢 就是说你要 你要 警察 就是帮助人 警察都会帮助他来修行 那这样 会帮助你 所有的人都可以参禅 那不是更好吗 那就是说你 不会离开城堂 抓就抓住吧 这样你就什么都不害怕的 也要知道一切都是 心中没有 门密 努力 专心 参禅 那幻想的心就太大生起 那幻想生起 那幻想生起就自己 让自己更加害怕了 忘记了自己 而跟着颠倒幻想了 迷雾了 现在就是回到窗场 假如有被抓就去抓牢 也就是回到窗户上 也就是回到窗户上 我心是生起了 害怕从小已经是这样 也就是说你很小已经害怕警察抓住你 是你年纪大了 那神经衰弱就更加的 影响了你 常看到很多不好的情况 地藏经都常提到的 是印象中的我们从小的精神不好衰弱 那幻想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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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人坏药死去的时候 他的神经会很衰弱 很害怕 所以看到清奇的 只有爱悟的多 看到悲伤的害怕 所以就看到好像很多鬼站在窗口 把你的拉手拉脚 只是你一种感觉 你神经衰弱 而且那些人都是自己的亲人 有很大的印象的 所以到年老了 还未深入的 刻住在那个电脑 在头脑之中的 所以现在怎么办 也不要被他支配了 我们现在身体还好 也不是快要死 所以要回到功夫战场 那在临终的时候 心不会叛乱 不会害怕 比如说 你现在平常已经这么害怕 那 何况你已经是出家的 住家人那里要做个模范 要常常做功课 早晚课 把自己的精神好转 身体好 就是说把一切的日常生活都 依着自己的可做的事 亦继续的做 那累了时间到 你去睡 那醒醒来就是上班 而不是说 日间你睡得太多 那晚上你不睡 才就有很多错觉 是一会儿的 有些年纪大了 很难好好的修行 旺想就更加大了 还加入了一些 比较很多妄想的 不大清楚的 调矩的妄心 而不是回到 功夫上 也不是说你现在想功夫 就很容易的可以进入 所以要珍贵你的功夫 所有的所求 所得 所怕 全部都 不在心中生死 就是很盲目的提起话头 比如说 生从而出来 他使了我会到那里去 就是这样很清楚的 明白的问 不管有多大的病 很多紧张 也是要继续用那一句 生从而出来 继续的餐 那有一天你会解脱的 也就是得不到也继续的餐吧 那现在你把功夫丢失了 还到处的躲避到其他的地方 人自己的寺庙都丢掉 那你怎么救自己当那个生死 你可以面对他呢 面对阎龙王嘛 所以就是要确定说 就是死也要守住那个产杂 守住那个功夫 不要把它忘食 你敢不敢这么做 我敢 我敢 我的直角心这么严重 都被卡住在里面 他说你是提话头 比如说你讨厌那个人 你想把他忘掉 你就更加的记住他 所以回到话头 其余情 也不管是爱 是恨什么的 都是回到 其余话头 当你急剧已经很大了 那要小心也是意识心的 其实说人子体都不怕 不会忘记功夫 那其他的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有决定 有决定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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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有其他可以 决定 如果是跟你 决定 好 有决定 你 在 我在 我 在 主位法师,主位长修,我想分享我自己的功夫,前几天也有提到,在日常之中,用功摩擦了很多, 那个我责无名的,那它常常都存在,那在功夫的过程,那对言对尽, 比如说,当你听到一些事情在发生的,有影响到我的, 那你心中没有对待他, 比如说,你说话坏话,我要报复等等一样, 也不要让那个对他人错误的起来跟念头, 那现在自己都可以战胜自己的,只要你明白, 一切都是世间法,那在外境之中都影响了,还有很多显现出来, 我记得你都常提醒说,当你感觉到最痛苦的时候,你可以放大深的酷, 但是不要忘记话筒,慢慢地回到自己的功夫,回到自己的自信,那就更加坚强了。 有时候,就好像是无名的,为什么你要被他拉走的意思, 就是要用功夫,希望可以干胜他,然后之后,才知道那是错误的。 所以你的教的方法很对,很有受用。 所以不管怎样的状况,外境都是提起话筒,那慢慢地你就会经过,而不会再影响了。 感恩。 在日常生活之中,早上晚,夜晚,早晚, 我们都会常常依照即时议次心来生活,来分别。 当你没有功夫,你就会那个知识的,把你拉走分配你了,落入了烦恼的。 但是现在,你还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当知道守住那个功夫,有功夫。 那功夫就是违规到自信来治你的错误的感觉。 只有功夫,只有功夫,他才会跟旋律有摩擦,跟那个旋律有摩擦。 那也不是你躲地它,也不是把它放掉或者压破它,只是平常心地继续生活。 那也是一种在实行迫我执的功夫。 所以,喜欢的爱、恨,全部都是奇弃的。 主师说就是,你可以见性的奇弃,还是照样的有。 不单出世间的奇弃,连在世间的奇弃也有的。 所以,来果尝诗说,奇弃很难熟掉。 但是,要记得,不要把你的功夫丢持,守住你的功夫,不管它接受被审罚,破了那个规矩,被罚一样。 那是一种奇弃的,它自动的这么犯。 而现在你要辩论说,那是我的奇弃,不是不关我个人的事。 所以你要接受,要接受最惩罚的,来保住你的规矩,那个成堂的规矩等等。 那也是帮助你很大的。 所以,出世间的,虽然被人家骂,但是你还是有点忧愁。 但是,不要反方向的,那时和他们所要你的落入了无你我之。 反过来,就能叫骂你笨怎么样,你照样的接受。 那这样的话,那他们骂了一段时间,就无理取闹的,他就会把你放过了。 他看你功夫做得这么好,他可能问你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修行。 那这样,就是你的居然来了,都可以叫他们修行的参学。 那也是一种方法立生的,把自己的因缘,帮助别人可以化解了那个因果的好坏的无量节来的。 所以说,三宝可以化解一切。 那也是,多绝,多生以来的因缘是这样。 它会自动的破解,叫做波罗蜜,就是精进忍入波罗蜜的。 就是连布施上也是,把身体的布施,把所有的苦恶的。 法也是布施一切,钱也布施。 那这样,你越学乎,就越感觉到福施说的一切。 语言就好像把自己的心开放出来。 知道一切都切理切记的。 一点都没有丢失的。 你漏入是非,就被那个痛苦绑住了。 所以,越功夫的好,你就会越记得福的教委和诸位祖师的以路。 大圣基石的指点,来帮助你可以更加好好的消化了所有的障碍。 所以,他会回到相信之心,珍贵自己的功夫。 那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到功夫的。 他会自然的携受,然后自然的放过。 那你好的国者社会引诱的,他都不可能引诱你。 从而就可以帮助你,叫做拔风吹不动一样,回到自己的自心。 要向福祖师说,不要跟着法承,跟着有我执在里面。 那你现在停止了,就心不会动摇了。 也只有这样你才可以了解福的意义,了解大家的意义。 那也就是回到功夫上,其他的都没有。 所以以前当人骂我的时候,我认为我没有错。 那你就会好像用力尽量的要提出那个声明一样,说我没有做错。大尘埃。 而现在只是回到功夫,一切都很平常的。 那你就会感到以前没功夫,就像斗嘴一样。 日子久了都还没有改变得好的。 现在已经慢慢的,所以学习沦辱了。 那你自己的功夫,自己的我执慢慢的会减少。 我当然没有办法。 那你会資金秀莲。 那你已是 有些人不应该。 有些人不应该做了吗? 诗位法师,常堂大众,我有一位同仓,想请求你开示,说涅槃和生死是一样吗?那请你帮他解释一下。 涅槃,生死,正如在我直的话无名的,也就是在相对之中能守的,那完全都是错误的,所以有些人是你在说他怎样,动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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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二就是没有不同,没有分别的,同也是不同也是的,所以一切要像妄想的相对的,而不是真正的得到解脱。 所以说到那个波罗的意义,色空不二的,那你只要说涅槃,生死是两件事,或者是相同的。 那这样怎么办? 所以说到这些人是因为我们,不一样,没分别的,那我们是否叫我们,我们是否叫我们要过那个值早于实在的,那裂凡也就是生死,生死也是裂凡,叫做福的第一意义。 而现在你不想修 所以你贵不到第一意义的真实意义 它现在你是跟着你想的建立的那个假象 而以为那是我的意见 你说我们的真理不对 而你还是有 所以一切就是说 喜欢听波勒 但是被波勒绑住了 那你永远都打不到 这是乱说于通的 而不是很清楚的修行的功夫 只是跟着我责而生死 所以 比如问佛的话 佛会静语不说 那只是世间的论 是说人先存在还是宇宙存在 那他就说是 世间第二论 第三第四等等 那等到你问 不再问了 那你就是跟着那个意识来跑 那怎么可以学习 可以解脱呢 明白吗 我不知他怎么想 但是我知道我要遇到自己的功夫了 那是有意识吗 有意识吗 在功夫修行上,好像那位法师分享的,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个人别业 那这样是不是因为现在的那个现业而影响到你? 比如说是一种残病的,那你现在得到了阀门,得到阵法学习了,那所有的事情发生出来,那是不是一种现业的显现? 比如说这是一种阵法,那你功夫好的话,你就可以把那个三页的酒店好,那现在你就这么说,那认知但是都躲不掉大概的意识。 所以,很多人被乐阅这种的现业而不知道怎么才可以跑出来。所以,要好好地得到了一种争择的事实。 为什么呢?就是不相信自信啊。所以,你不是真正的依照那个正法来修行。 因为因为你真正的修行又无所得,而你还是要一个现业来改变一个业,那就是还不相信自信啊。 我还相信自信啊。我还相信自信啊。我还相信自信啊。我希望它可以改变。那全都是错误的思想想法。 怎么回事啊?那能 처음녕的时候呢?我还相信自信啊。 我嗯?她是这样的机会。 acquis señora 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做农业 一个是做那个扫席的 那做扫席就要晒干他 不然的话他就会死了 就会发霉 不可以做生育 还有一个要做农业的需要游水来耕种 那个扫席的需要那个阳光来把它晒 晒干净才可以造出来 要赚到钱做生意 那世间有下雨的 有那个下雨天的 所以反过来现在 哪一段时间 下雨不下雨 他都会哭 因为感觉到对那些需要的 就很可惜 有一位上次使用跟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苦呢 你要反过来的想 下雨的时候很高兴 因为你农业的孩子可以有水来耕种 或者反过来夏天的时候 你就很欢喜 因为做少许的儿子 可以晒干 可以做生意赚钱 那一切都是你的执着 你的错误 依着自己的心想 那是我子 现在两个都是自己的骨肉儿子 所以为了他们爱惜 他们会常常就苦力了 那要知道你都没有改变什么 只是把自己的心想改变了 把这个心改变 你就不改变 而就说 那个下雨就改成 好的就改成坏 等等的就是反方向的想要 那比如说一个人老了 还以为说我为常生不老一样 那这样的要转换怎么可以 换那个现在的业 就是不要执着我们的心 要回到自己的功夫 就是无所求 无所得 而现在你就是需要有一种转变的求 那是错误的 要把它放下 不要再有我执 再有所求 回到功夫 不是改变坏境 但是要回到自己的功夫 那这样你才可以自己转化自己的 比如说一个喜欢赌博的 他都常常希望自己赌胜利了 但是也不会常常可以的 但是也不会常常可以的 那现在他知道 那现在他知道 再继续这样可能他要 加败人亡了 那他就不会再继续的做那些事 那自己 那自己 改变自己的信业 而不要再满足 那个吃喝玩乐的享受的坏事的 把它转变自己的心 也不是说你不赌博不喝酒 在别人面前就这么讲 在别人的后边就聚续的做坏事 也就是假装的伴一个好人一样 所以不管是什么外境情况怎么样 你的心还是看到正确的 看到向上的,完好的 用修行的 要相信自心的破我质 那你就是常常在跟着有所求有所得 而不是在转你的乐 而是在造更多的乐 那你就是常常在跟着有所求有所得 而不是在转你的乐 而是在造更多的乐 我常听主师开示 是来不要接受所有的不要承认及收拾一样 那怎么解释 那就是说你不接受无心的 也可以遭受了祂的主师所讲的意义 那翻译就没有真正的可以解释清楚 那事到你不接受那还是有分别心 你说无心是没有心 也不是真实的无心 法华经都常提到常住 它还翻译成了常熟 常存在就是还是有常住 不是说都是常常有 所以就理解了错误的意义 没有把那个名识的解释很清楚 所以现在说不接受就是不分别 不收 不丢掉 就是你不拿 就是你没有丢掉 那就是相对 那你分别 就是不分别 就是没有接受 没有丢掉 所以福的意义 都是不二的 无心不是说你没有心 无就是还卡住在有无之中 或者说无住的 所以金刚君说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生这个心才是无心的 才不会卡住 而现在你说空心呢 这样就错了 要明白他的意思才知道 祖师要讲什么 所以翻译者可能都不很清楚的 比如说常住 住就是常有 常存在 是天法 常住 常住它就翻译成了常有 常有就不是常住的真意 常住就是 生住在生 而灭就在灭 就是一个好好的茶杯 它破裂就是变化了在 这时跟西小就变成沉沙一样 所以不生不灭的意思 要明白自己的自信才跟着明 了解那个意思 再来 再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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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